咱们来看一个位于大洛杉矶奇诺市的大条高的学区的小独栋别墅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次呢,咱们是样板间交替实际的房子 这样的来回展示 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房子门前的一块绿地 这个是物业来维护的 整个房子呢,是四房 3.5个卫生间 1947尺,大条高 这个只有一栋了,最后的一栋 这个是回到市场上的房子 原来呢,是77.6万 现在呢,是73.4万 咱们看一楼的卧室呢 是有独立的卫生间带洗浴的 然后外面呢,还有一个客位 也就是说给客人用的公共卫生间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这栋房子的实景 这已经是盖好的房子 马上就可以交房 最近这几个月不是一直在加息吗 然后呢,很多人不符合这个资格了 所以呢,这个房子就回到了市场 正好呢,又赶上开发商的这个财报 所以开发商也比较着急 所以才有了这个直降四万的这个机会 这个是二楼的客厅 这个房子呢,就是一楼有客厅 二楼有客厅 然后还有四间卧室 其中三间在二楼 一间在一楼 再加上一个大条高 户型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这个社区里面呢,有学校 有泳池 有会所 然后它是三个泳池 还有健身房 瑜伽室 网球场 等等各种设施 所以这也是这个社区非常受欢迎的原因 而且呢,它周围还有个大型的商业广场 很快就会建成 在视频一开头呢 咱们看到了这个公园 这公园就是这个房子外面的这个公园 然后呢,这公园还是蛮大的 里面有孩子的娱乐设施 可以散步啊 聊天啊 都是不错的 现在的开发商呢 为了尽量的加大面积 很少有这种挑高的户型出现了 所以这还算是蛮稀缺的一种户型 目前呢,就是这最后的一栋了 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单独找我 或者看我的朋友圈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